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又來到我們《芒響編輯報》的YouTube頻道頻道 首先,這裡有我們的社長李敏汪 歡迎大家好 以及我家產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除了來到大台《芒響編輯報》 還可以到二台正香煲和三台沙冷氣那裡 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一個齊抗疫平經濟反眼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好了,拜登擔任總統已經過了一百天 就出了一個民調 就說他的承諾率 就是看他的成績是怎樣 他大致上覺得他做得好的有53% 覺得他做得不好的有39% 剩下的8%當然是說我不知道 但是相對於他的前任特朗普先生來說 就已經很好了 當年特朗普先生頭一百天 覺得他做得好不過是40% 覺得他做得不好是54% 當然,如果跟小布殊和奧巴馬 都是相較相差的 怎樣都好,都是合格分數 但是如果要看一看到底拜登有沒有走數呢 有人就將他所說的東西列出來了 看他有沒有走數 而大致上,如果分成幾類的 就是齊抗疫,拼經濟 這兩樣東西來看 逐樣來看 另外還要加他對環保那樣東西有沒有走數 對於這個種族問題有沒有走數 以及對於移民問題上有沒有走數 各方面來看 就可以知道是怎樣 首先講一下齊抗疫 他對於齊抗疫這件事 他有四大承諾 第一,他是要組織一個團隊 去對付這個新冠病毒 第二,要為了對抗新冠病毒立法 第三,要有一個很好的疫苗計劃 第四,會重新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這四項他是全部做到的 他當初競選之前的承諾 他是一樣樣都做了 當然,這四樣東西其實 這個是美國人本身的共識 所以是很容易做到 但是,如果說拼經濟方面 其實是財政方面 到底他有沒有做到事呢? 他只是講了一件事 總括來說 就是說,阿琛先生的年代 他是對於一些大財團 有這個稅務優惠 他講過拜登 是講過他上任之後 會向富人徵稅 大財團徵稅 當他這樣講的時候 他過了一百天 由於這個美國是必須 那個制度 參眾兩院的制度 他到現在為止 都是未能夠做到的 但是他計算過他那二萬億的基建計劃 的成敗 是取決於他能夠 將特朗普 阿琛先生在任的時候 對於大財團的 特朗普適合 逆轉 所以他一定會扭盡力去做 應該是會成功的 這個就是這樣估計 而第三樣 有關於環保方面 拜登先生 到底有多少承諾 是做到呢 首先 他就說 我要開一個 所謂 氣候變化峰會 跟全世界的領袖說 聊聊天 很明顯 現在他是做到的 要開了 大家都知道 而第二樣 就是說 他要令到美國 成為 對抗全球暖化的領袖 到底他有沒有做到呢 正確的來說 是很難做到的 因為背後所要面對的 拉扯拉腳 是太多了 這個沒有辦法 他們的制度是這樣 這是他們的制度的問題 就是他們這些拉腳 但是 某程度上 也是因為 過去十幾年 那個社會那個兩極化很厲害 而且 因為社交媒體的興起 是令到他們的人 極端了很多 思想 偏激了很多 偏激的人是越來越多 所以美國要搞定 就是要減少那些偏激的人 那有沒有辦法做得到呢 難一點的 不是那麼容易的 這件事情 現在經過167政變之後 美國有些偏激的人是醒了的 但是執迷不悔的人呢 都是很多的 是 那 如果是看 拜登 他本身就是說 他有個計劃 在未來十年 減少碳排放 但是 最重要就是 他的二萬億基建 過不過到關 所以是非常之困難 而很明顯大家都知道 以美國現在的政治環境 就是和社長講的一樣 要過的話是很困難 所以先看看怎樣 好了 但是 令到他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其中一個原因呢 就是 所謂 種族問題 他是說過 他會擴大 這個 投票權的計劃 大家都知道 我們說過 僅僅是喬治亞洲 那個更改投票權 那個法案 已經是令到 民主共和兩黨 是對峙得很厲害 這個 這個 非洲裔的 和傳統白人裔的 白人的 和近來的亞洲 亞裔的 那種糾纏 單單喬治亞洲 這件事 可以規探到 所以他 現在都未能夠做到的 而最重要的就是 一種理念的問題 聯邦 拜登的聯邦政府 政府想擴大一些投票權 譬如我單單是說 這個郵寄選票 這麼簡單的 但是在共和黨 治下的州政府 他是會提出 每個州的情況不同 你聯邦政府 限制我的投票方式 這樣是不對的 我有我的投票方式 這件事已經夠他打官司 打幾年 所以是未能夠做到 但是對於 另一件事 是絕對是搞不定的 就是拜登 他在選總統那時候 大家都知道 是和警察有關 警政有關的問題 他提出了 要設立一個 獨立的國家警察監察委員會 但是 在這個月 他走了 白宮宣布了 我們會擱置這個委員會 並且說 這個不是 我們檢討過 這個不是實現 我們改善警察 警政的最好的方法 我們應該把這個 佛樂伊德案 引出來的問題 在我們的警務法 修改做法律 修改以佛樂伊德為名的警務法 而這個法案 會在眾議會院獲得通過 只要在參議院通過 還有這個法案 可以改革一些警察的做法 例如 一些有關 奪去囚犯生命的問題 第二 就是通過一個叫做 安全的司法制度法案 現在正在討論的 它這個叫做 安全 有問責公平 還有效率的司法法案 是兩黨制的互相合作來做的 是由這個民主黨的眾議員 Bobby Scott 和現任的共和黨眾議員 Jason Lewis 提出 他就希望用這個方法 來慢慢慢慢改變 那個量刑的方法 減少對一些非暴力罪犯的最低量刑 而是希望直至減少了很多不公平的做法 其實這個 現在這個問題 這個要先講一下 這個要先講一些背景資料 就是因為美國的司法制度就是這樣的 通常黑人很少的罪行都要扔進去監獄裡面 通常所謂的小罪行是什麼呢 就是藏有大麻 或者藏有其它的胡椒粉那類的東西 就是黑人入監最多的一個情況 就是和服品有關的罪行 這個就是為什麼要改革這件事情的情況 但是這件事情是很難通過的 因為美國人就是反對這個毒品 或者叫做對毒品宣戰這件事情 是做了幾十年 是 當你做了一件事是做了幾十年 要它突然之間轉向是很難的 而且究竟有沒有必要轉向呢 就是以我們唐人的角度來講 當然是沒有必要的 就是唐人很忌忌這一件事情的 因為是和這個教育 這個清末的事件是很有直接關係的 就是和唐人來說呢 對這一件事情呢 從來都認為是非常之不道德的 但是非裔黑人呢 這個又要講一講 就是他們去賣胡椒粉那些 有很多都是為勢所逼 他們自己都有人 其實抓到都是一些賊家仔 就是美國那個情況就是這樣 它那些大毒梟是抓不到的 那它去抓賊家仔的時候 那對這個社會的影響就很大了 還有呢 這些事情是會一代傳一代的 其實在非洲黑人 就是非裔黑人 美國非裔黑人 它是有一個次文化 就是這個毒品的次文化 這件事情呢 其實對整個黑人社群來講 都是很大的危害來的 但是他們就是 有些黑人呢 我不是針對種族的 你看到他們那個文化的情況就是 他們的rap歌裡面 又會有講 怎樣去打劫啊 怎樣去吃胡椒粉啊 其實它是側面寫出了 美國那個社會那個問題在哪裡 你要去解決這個問題呢 就要直辯這個問題 而減少刑罰 你是面對不了這個問題的 就是美國現在在做的事情 根本就是落錯藥的 你減少刑罰的話 是不是真的可以令到黑人社區 會變回正常呢 是不會的 就是現在有些人拿出來的藥方 其實是救不了美國的 不過可以救到他的選票 有些人是想黑人 投他們的票 所以說出這些事情 所以這個情況就是 它永遠都找不到一個對的做法 其實你對的做法 其實很簡單的 就是職業訓練 你令到那些人可以做到正行 可以投入回去那個社會的勞動力裡面 那就OK的 但是 連培訓那個錢都不想花的 幫人戒毒那個錢都不想花的 那你就沒有辦法了 你就會讓社會難看 其實美國那些 內陸州份很多現在都有很嚴重的 胡椒粉問題 是很嚴重的 而且白人都是吃了的 現在是 還要是 在那些中產社區那裡 有這個問題 根本是嚴重到處理不了的 所以現在它想的方法就是 為什麼要減刑期 其實都不是全是為了那些黑人的 其實因為白人 現在有很多都是 為什麼要坐牢 就是因為 和胡椒粉有關的案件 為什麼會做了拆架 自己都有人 這些事情是沒有解釋的 美國到現在都不敢直面自己的問題 就是你有成癮問題的人 你要幫他們戒毒 這個是一個健康問題 是一個整個社會的健康問題 也不是犯罪問題 你做拆架就是一個犯罪問題 但是如果他是有癮的 你首先要解決他自己那個 那個人本身的健康問題 就要幫他撕掉了一批癮 而你看一下 拜登有什麼政策 是會幫人撕掉一批癮的 特朗普之前有什麼政策 是會幫人撕掉一批癮的 沒有的 全部都沒有的 他們不說會幫人撕掉的 他們只是說要 有個政策就是 加強監管 現在拜登又說減少 有什麼用 人家那些人有鋪癮 你當然要幫他撕掉 第一件事是 如果你撕不到鋪癮的話 你怎麼罰他 或者怎麼不罰他 都是沒有用的 成本太高了 可能對他們來說 要訓練一批人去做這些事情 但是你是要 大顆的那些毒販 你一定要嚴懲 這個我是絕對同意的 是 但是那些 拆家仔 還有因為輕輕輕 有些東西在身上被人抓了那些人 如果有鋪癮的 其實你第一件事 根本就是幫他撕掉了鋪癮 這個是正確的做法來的 還有加強那個社區的教育 就是講一下這些事情的危害 不是的 那些歌有得去亂作 亂唱的 那你一定死的 一個地方這樣搞 不過 大家要記住一件事 為什麼美國是不會這樣做呢 其實講到底有一個事實的就是 美國呢 你有錢人來說 其實是天堂來的 你什麼都買得到的 你想怎樣都可以 你想住得很安全又可以 你想駕駛車住靚屋又可以 你有錢就沒有問題了 在美國 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 引命是次要的 尤其是你自己有鋪癮的那些人 現在其實那個社會 就是當這些人不是人 是 基本上最初說要專門賣給 非裔人種的心態都是這樣 就是困他們就算了 他們低一級的 背後那個程義傑 白的不要賣 有色的賣了給他 紅番賣給他 沒有問題的 這個就是他本身的種族主義 在他那個社會制度那個很大的影響 是啊 如果講種族主義 我們就講拜登現在最勒手的一件事 就是移民 他曾經講過 青年代他做了一件很殘忍的事 就是在南部 墨西哥邊境上來的那些家庭 他是強行將他們分開的 現在拜登就說 會令到他們失散的家庭全序 怎樣怎樣 結果就令到墨西哥那邊的人 全部堆在那裡 結果呢 拜登就唯有說 我只收回他的小孩進來 反而更加加劇了很多家庭 在墨西哥的 既然是這樣 我寧願讓我的兒子進去 給那些18歲以下的 16歲以下的全部都推進去美局 現在大約上個月的報道有兩萬人 那些墨西哥的小孩 在美國的基留所 那他父母就在外面 就看有沒有辦法可以搞 還沒搞定的 然後第二呢 就是說要 殺停下青年代的移民保護協議 即是什麼呢 川普那時候每天是要計 有多少移民是可以進來 這一個美國有的 是每天計著計著 那些一千上萬 要求 由墨西哥上來美國 要求有聽證 說我來申請庇護的 那個計法 青年代是計得很盡 而現在拜登原本就說 這樣是不對的 我們會取消他 他是承諾的 但是到現在為止 就是你用防疫做規定 就是說你們不准過來 是保持所有的東西 然後就是說 修建這個隔離牆 大家都知道這個問題 結果拜登上來第一天 就說了 我們停止了隔離牆 大家放心 他也都在他的1.5萬億裡面 沒有提到說會重修隔離牆 但是有個傳言 他說他會繼續做的 可能他會放一些給州份 自己搞他不理 但是同時間 他就會在邊境那裡 就說已經做了一個60天的重新調查 看看邊境局那裡有沒有做過 就是國土安全部那裡 有沒有做些不人道 粗暴的事情 這樣說 尤其是 尤其是 看看有沒有極端的白人至上主義者 在那裡搞個事情 那他 他也是做了的 在這一方面 而且他就出了通告 就是其實是政治正確式的通告 就是說 以後稱呼一些非法移民 就叫他做無證 非公民就要用移民 就要用非公民或者移民 來取代Alien這個字 就不要用一些侮辱性的言語 等等 就是一些很做樣的事情 看能不能做得到 而其中有一件事 就是川普的年代 他是說 一些穆斯林黎的國家的人 是不准入境的 旅行人士 拜登馬上說 取消他 這些這麼蠢的事情 所以大致上 他都 其實就是5050的 那些難做的事情 他全部拖著來做 最容易做的事情 最頭等大事 19他是做了的 基本上要做的 最大件事的事情 他是做了 就是對抗19 其他那些難做 先拖著 容易做 容易做 做了他 這100天就是這樣 沒有辦法 不是這樣的 全部人都是這樣的 就是你容易做 那些一定是做了先的 是 慢慢再搞那些難搞那些事情 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其實做任何事情都是這樣的 所以我覺得 就是你說拜登 他對於國民來講 他有沒有做對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是 可以收貨的 大部分人都 只不過是 就是剛才我講那個 胡椒粉有關那個問題 那個問題很難處理的 那個問題根本 是要有很大的政策連貫性 你要是 將 美國那個 對毒品開戰那樣東西 要完全改變才行的 某程度上是 就是你頂層說 嚴懲那些大毒犯 那是要改變了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 他從來都沒有 搞過那些大毒犯 是要嚴懲的 是抓不到的 長期都是這樣的 而那些小艇就抓很多 小艇搏腳全部抓很多 很難搞 美國這一個社會制度 是很難做到這件事的 你要知道 互相抓錢 是很難 是很難 但是他為了國家是要這樣做 不過說真的 他又不是要 就是為了國家 他就要為了國家的錢 就不是要為了國家的錢 這個就是那個錢和人 有時當他在對立面的時候 他們怎樣選擇呢 美國他很簡單的 他就是選擇了錢 是的 他的操作就是 很無奈的 不過這個是真相之一 那好吧 時間都差不多 我們回來再說其他話題 多謝大家